今天對點的節目是徐家健博士 徐教授是經濟學博士 你知道我對經濟學有一種情意結合嗎 有一個情意結合 我告訴你 因為我中學時我是A級 A級有提到Econ 其實A級只有四科 當時我一年讀Micro 我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我差不多聽完他講書 我應該不需要瘋 不需要特別讀 我都很有信心應該那張Paper 但當我讀Form 7那一年 他就離開了 他走出去補習天王 就很喜歡做Econ 補習天王 那時很久之前 我問甚麼補習 完全不知道有這個生態 但我遇到一個不好的老師 我連他的名字都忘記了 但Macro那一年 我完全不懂 我去教得很好的老師補習 但沒甚麼用 因為我本身不明白 所以到現在我都覺得 我對宏觀經濟學 是比較弱 弱於一般程度 算是我人生一個 小小的一個 等於懷的地方 但事實上 我當年考A級的時候 我的Econ 都拿到C 我深信我應該有Micro 真的拿到A 然後我的Macro可能是E 這樣拉起來 未必是一個遺憾 因為經濟學裏面 尤其是中學那年代 雖然我讀中學時 沒有讀經濟學 我上到大學之後才學 但根據我的理解 因為當年的課程 很多都是張向常教授改的 亦都是我的恩師 你猜是嗎 是的 我知道 我聽她說 這是一個吸聞的朋友 他改了很多 他自己的研究 他自己喜歡做的 都是微觀的東西 即是賣吉 其實宏觀的東西 是一般的 所以你沒有讀到 或讀得不好的話 反而沒有打壞的 對 你不要學壞的東西 或錯的東西 其實對體經濟問題是更好的 OK 即是永遠學都不怕遲 即是好像最近 因為這個社會活動 我覺得大家第一 可能你心情的問題 第二 就是你留在家裡的時間 多了的問題 令到大家都很 去找一些 好像很想找一些知識 亦都令到網絡上的 譬如YouTube或Facebook 甚至乎其他平台 有一個很獨特的生態 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自己可以在網絡上找到一些 宏觀或明觀的經濟知識之外 或是政治的資訊之外 現在香港也有 大家經常熱熱說的 顏色經濟圈 我今天想和徐博士說 除了黃色經濟圈 大家都說之外 其實我自己的心裏 就覺得 我們其實還有紅色經濟圈 還有藍色經濟圈 甚至乎有小粉紅經濟圈 我們不如統稱這個叫做 顏色經濟圈 聽聽你的意見 其實 開始香港人討論的時候 很奇怪 他先說黃色經濟圈 但接受了覺得是生活的一部分 沒有說紅色經濟圈 是的 其實發生了很久 是的 譬如我寫文章說 蛇齋餅種 那些有了很久 又或者某一些傳媒 有些大公司是不會下廣告 之餘此類 又或者是 我們自己剛才談過的 有些是譬如 娛樂圈那些 有人會被人搏割 封殺 那些其實是 其實大家可以接受了這件事 或者不去給名字 他就覺得是這樣的 去到黃色經濟圈的時候 才會覺得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那其實如果是 從那個角度 宏觀一點的角度 看回頭 看回前幾年的歷史的話 其實整個顏色經濟圈的演化 其實是 變成可以看成不是說 好像有些內地的輿論 或者是政府的說法 說到說我們無端端 整個黃色經濟圈 絕對不是無端端 對 那其實是 你反過來看 不是無端端 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 它本身有的原因 待會再到 集中說紅色經濟圈的時候 黃色經濟圈才可以說到 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那個角度 就是說 我們看回整個 香港的經濟發展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成 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黃色經濟圈 在這個紅色經濟圈 或者藍色經濟圈 有一個回應 是啊 是啊 這個就說回 其實好像說到無端端 我們好像要有人提出 才有一個黃色經濟圈 我自己的反應 我覺得不是 因為其實我在商界這麼多年 甚至乎在慈善團體 很多體育總會 甚至乎娛樂圈 廣告界 其實紅色經濟圈 絕對是有先的 你說其實我們 有沒有反應 其實有的 有一些人就會有反應 例如我自己 說真的 其實我2018年開始 2018年尾 我就辭去所有的公職 因為其實公職很難 不紅色經濟圈 是 亦都很難不藍色經濟圈 我當時不知道 不知道是這樣的原因 但現在我可以總結 是這個原因 就是去到這個 發展到一個位置 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的性格 或者自己的立場 是不是太多 必須要很紅色 才會有一些資源 所以我這種 可能已經有行動 去做了一些事情 但另外一些人 另外幾大部份的人 就會選擇接受 例如紅色經濟圈 我覺得 我自己的觀察 例如你說 由中港 在電影的部分 在藝術的部分 是中港的合拍片 有很多的規例 有很多的限制 要利用幾多個 哪裏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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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一些什麼演員 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實如果不是 沒事的 你不要合拍片 你不可以有那個市場 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紅色經濟圈的形成 是啊 我想那個譬如 作為觀眾 電影圈 有很多合拍片 香港人覺得不好看 於是有些導演 或者有些人籌到錢 找到老闆 他一些只是本地製作 不打算上大陸拍的 那些就相對黃色一些 其實已經有 就是這樣說 但那個佔的比例 或者他們有的預算 是很小的 是啊 即是說 如果我用一個 女人一點 八婆一點的字眼 當紅色經濟圈 在欺負人的時候 我們就很微弱 或逆來順受 或者有少許的行動 去做一些事情 但當現在黃色經濟圈 是引起大家 共同的一些意向的時候 那 哇 絕對不可以說 我們在黃色經濟圈 在欺負什麼東西 是 在我的角度 其實都很多人問過我 在很早期的時候 例如黃點藍點 甚至黃色經濟圈 我怎樣看呢 我反而覺得 在最初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會這樣看 我覺得是 香港的價格也有七百萬人 我們 至少我們都可以 我們由漁港開始 由巴塔開始 我報一條魚給你 你便幫我割木 但不了回復到那裏 其實就是內需的關注 我的角度會是內需出發的一件事 當然你說如果分去黃藍 會有很多可能假扮的情況 或者是騎牆的情況 或者是互相攻擊的情況 但反過來 如果我們用內需這個角度去看 現在說我們會買香港貨 香港人支持香港人的生意 我覺得這個其實可能是一個內需 最多內需就很黃 是 或者說另一個例子 是香港人少人提過的 是 因為有很多傳媒問我問題 對黃色經濟圈的時候 我都講過不同的例子 去解釋給你聽 我最近留意了一個 我覺得是幾 切合到黃色經濟圈 是一個紅色經濟圈的回應 一個說法 就是美國 大家知道 種族的問題是很多年的事 由南北戰爭內戰的時候 就是很多立國 一直到現在這麼多年 都有講種族的問題 就是黑人的工資比8人低 是 低幾成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近我留意到 原來他們黑人開始 用戶聯網 做一個類似黑色的經濟圈 其實做法很像黃色經濟圈 他們就說不如做一個網站 然後就說有些什麼 是黑人的做老闆 他們的店鋪是吃東西 或者其他行業都好 就放上網 通常都是小企 可能是沒有什麼伙計 或者是好幾個伙計 就是說給那個團體 黑人的社群裡面知道 如果大家想支持自己種族的人 就去這些店鋪 這個不是說 譬如說黃色經濟圈被批評到是港獨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黑色的經濟圈 他們不是想著黑人是獨立 只不過是長久以來 他們是受到迫害 他們很多權利都沒有了 那他們背後的理論就是 他們一直都是一個 minority 就是一些小數民族 雖然人數未必是很少 但是他們的經濟力量是一個小數 他們覺得現在有互聯網 資訊發達一點的時候 但是覺得財富分配好 或者收入分佈好 都是黑人很吃虧的時候 他就覺得黑人 或者支持這些人 是否可以在消費那裡 都會支持自己呢 他覺得每一元 黑人說很多錢都無法回黑人的社區 其實正在做這件事 你說看回他們現在做這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被白人欺負到很久 所以他們覺得現在開始做多一點這些事情 是希望支持自己黑人 這件事譬如有其他的政策 是我們也見過的 討論就是其實都好像說是不公平 為何譬如我們學校這樣 要按一個比例請黑人呢 他們的說法就是 因為他們傳統被人欺負了很多年 於是他們的起步點不同的時候 所以就說是否我們今天要公平競爭 但起步點拉近一點 其實黃色經濟圈 如果是看成被紅色經濟圈打壓 譬如我們說電影 或者其他行業的時候 譬如飲食的 可能有些是大財團連鎖店 他們都喜歡看書 譬如三通箱 那些小店的書店 因為他們沒有資金好 是否透過黃色經濟圈 支持他們一點 因為大家起步點不同的時候 照顧自己的同學 這樣一個角度 如果說到大商家 商戶 商業 我就覺得這個反而是 多些是藍色經濟圈 因為未必實實在 是有些紅色的資本 去令到他們這樣 其實就比較少人說藍色經濟圈 也不是說今時今日 藍色的人團結起來 是為了支持香港政府 他也未必是親共的 其實他是支持香港政府的 那些我們 那些我們先當標籤了 我們說大部分的現象 就是可能商戶 比較既得利益者 他們的藍色 不是等於他們直接拿中資的錢 未必是 但他們會選擇立場方面 比較親共一點 接受多一點 要平靜一點 冷靜一點 不要那麼多反抗 不要那麼多聲音 如果我們當作藍色的話 其實藍色經濟圈 他們一向都有形成 譬如一些大的財團 譬如商場 他們去選擇一些商戶的時候 其實表面上 地產商需要租一些地方出來 他們都需要商戶 但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很大的那些 他真的會選擇 他喜歡的時候 可以不收你錢 或者跟你做一個分帳 或者一個很好的條款 他不喜歡的時候 他覺得你很多事幹 或者不太好 有機會令他受到牽連 甚至乎你生意不好 有很多考慮 永遠不會說真實的組合 給你聽 但其實他們也會有很多方法 令你不可以長久 例如他租了地方給你之後 然後可能他很短的時間 就說你要裝修過 或者他最流行叫你搬位 即是無端的叫你由這個位 搬到那個位 但你知道搬的位 真的不是搬的位 是所有的裝修都是你負責 所有的還原都是你負責 所以其實這一種 其實我們不要想到 背後太多的 究竟有沒有中資支持 有沒有紅色 即使沒有 本身有些藍色經濟圈的事情 真實的形成了 而黃色經濟圈 也是一個很細微的抵抗 譬如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租到這些商場 因為其實說遠一點 其實大地產商和一些大財團的集體力量 真的會趕走一些小舖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商場裡已經有足夠的氣軟 那我就不用再有小氣軟 我有足夠的書局 他一間就夠了 對 我要一間超級市場 不要多了 不要自己打自己 所以其實那個藍色經濟圈 其實本身也已經認成了 現在的所謂黃色經濟圈 只不過是連用家都會覺得 好 我們去這個商場 因為這個商場 本來我們就不去 又未必那麼就腳 但因為看到 那裡多數都是一些藍的店 即是比較大的財團 所以現在那些黃的小店的 本地的內需的 沒有什麼勢力去支撐 他們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走遠一點也過去 所以其實黃色經濟圈 也是一個藍色經濟圈 長遠下來 衍生的一個 因為我們香港人本身 喜歡很cosmopolitan 甚麼都接受 很包容 但如果迫到這樣又剪了一段 這樣又剪了一段 這樣又剪了一段 我們便做內需 那個藍色經濟圈 我想補充一點 剛才講的觀察 就是很多時候 它純粹是經濟的考慮 而變成這樣 譬如說 剛才你說商場裡面 放甚麼店 剛才說有一點很有趣 也有很多研究 研究過這件事 為何會有些店 你覺得收很少錢 因為最簡單的道理就是 美國的說法叫Anker Store 譬如我放一間戲院 或甚麼 落寮 對 就會吸引到很多人流來 吸引到很多人流來的時候 就會大黃了牆 他可能會覺得 我很想要這間家私店 或者這間戲院 或者這間酒樓 食肆 因為很多人來的時候 就會大黃了牆 於是便宜些租給他 他便宜些租給他 他會加回普通租 然後還給錢 你幫我帶到人流來 可以視乎就給他一些好處 所以很多時候 變成他們這個做法 其實純粹只不過是賺錢 都不是政治考慮 但如果那些賣 如果是那些Chain Store 或者是出名大規模的時候 變成那些中小營 就比較要比貴租 或者是難生存一些 另外一個原因 通常他們連鎖 或者是大規模的 傾向內地都有生意 當內地都有生意的時候 他們很多事情 都會考慮不同 沒錯 所以變成大財團 這絕對不是新鮮的事 人們說地產霸權的時候 其中一件不滿意 就是這件事 為何會覺得 會支持小店 只不過是當年 人們說反地產霸權 或者支持小店的時候 做不到聲勢 或者做不到大家 很齊心地做那件事 但因為這個修理事件 就是反送宿事件的時候 令到人們很上心 覺得不是 真的要想一個方法 去怎樣支持小店 你舉這個例子 我亦可以再講 另一個行業的遮掩 就是飲食和酒店 其實如果一個大的財團 一個大的地主 我們又繼續說商場 其實有一些商場 其實他們為了爭取一間 譬如米芝蓮三星的餐廳 或者某一個品牌要來香港 那它在哪裏落戶呢 在哪裏落地呢 譬如米芝蓮餐廳 那些其實 你不會有很多間分店 除非你Roberchon 開一個餐廳 然後再有餐廳和咖啡店 否則正正常常 它是做精緻的 就是一間店 所以其實有些商場 會爭取三星 兩星 或者一星的餐廳 它會直接說 那些多少百元一呎的租 什麼比例 全部都可以不理 租都不用交 分成 即是你有多少收入 我分幾個百分比 當然它們都會擺個底 或者擺個套 最後都是 其實香港的租 怎樣計算都是貴的 就算是分成也是貴 但就不是說 你硬掘收你五百元一呎的租 這樣計算 所以其實 有一些它們想要爭取的東西 如果我用米芝蓮餐廳來說 如果它可以來得香港開的 即是外國拿開米芝蓮餐廳 又是像你所說 可能它有中國市場的效率 它都會自自然而去形成 不選擇一些沒那麼多回應的東西 你說 這是不是一個藍色經濟圈 我覺得完全是 而且已經有很多很多年了 反而反過來 在現在這個情況 我又不見所謂的藍絲 是 它們又沒有特別去做一些事情 去搞和應這個藍色經濟圈 反而又沒有什麼在 user level的 因為它傳統已經有一個在 所以它不用和應 因為它是黃色和應它們 它原本好地地賺大錢 所以反而它們覺得 你開始回應的時候 黃色經濟圈回應它的時候 令它們覺得不舒服 是啊 真的很有趣 大家什麼時候有覺得不舒服 和什麼時候覺得舒服 真的很個人 很看性格 很感謝你 我們今天說了紅色經濟圈和藍色經濟圈 但其實我們的氣肉 我想聽聽你說黃色經濟圈 即是經濟學博士的一個見解 或者一個分析 另外我又自己想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小粉紅經濟圈 是 小粉紅經濟圈 基本上它是由紅色來的 但它可能是user的level 甚至乎是我們常說的五毛的level 聽說博士亦打算開頻道 其實小粉紅經濟圈 最能夠影響的可能是網絡上面 在網絡上面它們可以造成一些幫助 或者造成一些傷害 都不可以說不理解 或者忽視這個小粉紅經濟圈的影響 雖然我們不知道它們會 小粉紅會賺到多少錢 或者有些實際的利益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經濟圈 亦都很值得去研究和講一下 或者看看如何反利用這個經濟圈 令香港人有些得益 多謝徐博士 我們會再談 下一次我們再談 粉紅色經濟圈和黃色經濟圈